最后一球阿根廷直接放弃让对方侮辱,场点小球迷失身痛哭让人心碎,北京时间6月22日凌晨2点,世界杯小组赛地组第二轮的比赛继续打响,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,本场比赛最终阿根廷0比3输给了克罗地亚,赛前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阿根廷会输得如此之惨, 前名苏肯佩斯也是怒斥了阿根廷队的表现,令人羞愧的表现,太糟糕了,在全场比赛来到第53分钟的时候,门将卡巴列罗出现了一次致命失误,他将球直接送给了对手,雷比奇转身一击抱舍,皮球直接飞入了球门,而解说员詹俊平驾道,这真是一个超级超级,巨大巨大的低级失误, 比赛第80分钟,莫德里奇大禁区前的球空出世界波,阿根廷0比2落后,而在比赛来到第91分钟的时候,阿根廷这个时候完全放弃了,最后这个球克罗地亚球员打门被门将扑出,紧接着拉基地奇又完成了第二角射门,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三立进球, 就在第一次打门被扑出以后,阿根廷直接放弃让对方侮辱,进区里这么多人,只还有一个人在防守,其他人都在看着,而这个时候转播镜头,给到了看台上的一个小球迷, 这位小球迷在目睹了这立进球后,情绪崩溃失声痛哭,他的父亲也是在不断安慰他,小球迷的痛哭也是让人十分的心碎,最终全场比赛阿根廷0比3输给了克罗地亚, 在输掉本场比赛后,阿根廷已经完全失去了出现主动权,小组线也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希望。 。